所以现在大家要很注意的一点就是 这个州选不单只是决定这六个州的州政权 这个六个州的州选的成绩 肯定也会影响到我们在中央的这个政权 如果我们能够最少捍卫三个州 雪兰娥、槟城、森美兰 如果既打有一些突破捍卫我们三个州 我们可以说未来的整个政治局面 会更加稳定 但是如果万一他们成功的话 有突破 那么肯定他就会用这个理由来继续的玩弄 这个不稳定的这个局面 就肯定会来攻击我们中央政府 所以你看到国盟的一些领袖呢 都已经非常嚣张的说 公开的说如果雪兽倒 那么就是代表安华的中央政府也会倒 他很公开的告诉你的 他们的计划是什么 他们的这个策略是什么 任何的回教党的领袖都好 如果雪州西蒙和国阵倒的话 那么这个代表就是安华就会倒台了 如果攻下雪州 他们就是下一步呢 他就不会停在雪州了 下一步就是要攻下这个布城 所以再一次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 马来西亚的这个整个政治的这个稳定的局面呢 又一次被挑战